文件明确提出 学校的体育中考要不断总结经验 逐年增加分值 要达到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 目前全国有一家云南省 已经做到了从今年开始 体育中考跟语文数学外语一样都是100分 而在此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经验 立即启动体育在高考中计分的研究 同时开始研究在高考录取中 体育素养如何进行评价 如何进行计分 关于美育跟体育一样 除了前面的综合性评价以外 美育中考要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广 目前全国已经有四个省 在全境美育中考下分 这个试点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要把美育中考的工作 做得更加扎实 到2022年力争全覆盖 全面实行美育中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